要接我们教育部长 他什么时候担任 东华大学校长 是在2012年到2016年 这个时候是谁执政 马英九 马英九政府执政的时候 请问当时 你现在刚刚看他 去浙江大学做学术交流 还不晓得是不是监客 还有他去议领 这个讲座教授的讲座经 还有什么涉嫌 有这个滥权包庇等等 都是在他当大学校长之前发声的 请问他有没有因为这些原因 而没有让他当上校长 没有 为什么 因为当时马政府依法行政 只要是大学临选委员会选出来的 我们都要依法怎么样 聘认他 换言之反过来看 今天管中敏为什么上任不了 一样有这些意义纠葛 当然我讲的不是一定是 而是说被质疑的 一样是有可能是附入去大陆 有这个所谓监客 或者是学术交流一役 那为什么吴茂坤当时可以 结果现在管中敏一样的被质疑 却担任不了校长呢 换言之就是什么 还是一样 意识形态作祟 刚才最重要一句话是什么 他曾经什么样 支持过两国论 而且之前你有看到吗 他还不是特殊的国与国关系 他是直接国与国的关系 台湾共共一边一国 这完全是民进党的什么 意识形态 所以换言之 我的结论是只有两个 第一个这件事情证明 民进党政府很有尺 什么很有尺 很有那个尺 两尺 就是说你那个尺 放在管中敏 跟放在吴茂坤身上 是不一样的 放在管中敏 那个尺度很细很细 要用显微镜去看 放在吴茂坤身上 很大很大 徐国勇不断地帮他讲话 第二个也很无尺 那个尺就是羞耻的尺 非常的无尺 只要他意识形态对了 怎么样 我们的教育就可以什么 政治化 只要怎么样 只要他支持台独思想 所以他过去做什么 都不重要 是这样子吗 而吴茂坤老师说 这个经历实在是太精彩了 怎么会有这么精彩的经历 这里面包含双重国籍 徐国勇怎么可以讲说 应该没有这个问题 请他拿出来 他美国籍什么时候放弃的 双重国籍的问题 现在蓝绿执政 这是标准一致的 没有错 他在2004年到2006年 曾经当过国科会主委 但是当时没有人去检验过 他的双重国籍问题 所以现在大家提出来 你行政院怎么可以这样子 这个四两拨签计说 应该没有问题 请拿出证明来 还有他曾经被监察院追讨 如果监察院没有实际的资料 如果今天他不是真的有衣领的话 请问为什么追到他这172万 这代表他的品格跟操守都有问题 这个是过去 你知道吗 这些爆料并不是黑寒 也不是在网路匿名 很多都是直接出来开记者会 比如说像全教总过去 他们开记者会 还有很多东华大学的教授 到现在为止都据名检举 难道行政院不要查吗